今天五度提讯柯文哲 不过他以精神不佳为由他拒绝出庭 现在传出在厘清木可公司跟民众党金流时 半人发现木可银行的外币账户当中 有来自民众党YT频道民众之声的斗内捐款 而且合计是百万元流入木可公司的账户 不过民众党发言人文宣博弑说这是周刊的报道 说周刊报道是科幻小说 上个月27号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突然现身联赞数 当时还否认自己被约谈 没想到现在周刊爆料他早在9月20号就被调查局约谈 由于民众之声节目开启了斗内功能 但YouTube频道规定需要先设定一个银行外币账户 徐甫曾向党部财务长梁秀局询问意见 梁秀局以示法性问题认为不宜使用党的银行账户 而后徐甫原本想设定成众旺基金会的账户 但李文东却建议直接用木可的账户 是不是徐甫在8月的时候跟大家说谎 徐甫说他们有问过律师就此打住了 他是不是只是想要安抚小草的心而选择说谎的动作 外资不能捐款 那他们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斗内的方式再把钱进到了木可公司 再由木可公司给了阿伯 这会不会是为了逃避这样子的一个法规 被质疑整党都是说谎惯犯 毕竟柯文哲之前针对木可会写给他的私人账户 说自己完全不知道 但现在百万元的小草捐款 疑似大笔流入木可公司 似乎也加证了 本司YT捐款早就跟柯文哲私葬混合在一起 请问在北检核心的静周刊 这些具体事证消息来源 是不是从北检出来的 若静周刊还没有提出来 本党不会再次回应 如如静周刊这种科幻小说 据了解徐福将调查局变称 这些加总起来的斗内款项 全都在木可外币账户还没领出来使用 前每笔款项都有清楚记录 像是李文宗的唯一人不会侵占这些钱 但对于中刊爆料 被点名的徐福直接告前沈颖未接电话 倘若一切属实 恐怕再多的解释和澄清 都难以挽回小草们破碎的心 这位连人家看电影 参考报道 几零零万查出 柯文哲的USB随身谍记载 沈颈金2022年 涉嫌以相同的模式 行贿将近1500万 所以到底什么是 202211月1号 小沈1500沈庆金 就是取得金华城容积率的建造 那个时候是县市长的选举 而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 还有桃园市长候选赖湘林 也出现在USB的随身谍的 出账名单当中 现在正在查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把红安的手高举起来 2022年市长选战前 民众老主席柯文哲 为了自家战将们 拼命站台辅选 不过现在随着金华 陈碧案爆发 当时参选新竹和桃园的高宏安 赖湘林政治现金 也被简连锁定 请走投票啊 简连加紧脚步 要破解柯文哲政治现金 同时也解密了他的USB随身碟 其中发现记录了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 对照时间正式精华成 2022年8月18号 取得容积率840%建造之后 也正逢现市首长选举 其中高宏安和赖湘林 都出现在柯文哲的USB出账名单中 那个记账小本本 大家都很好奇 那也想要知道说 还有哪些名单 柯文哲他也可以讲啊 因为我是党主席啊 那他们也在选现市首长嘛 那我协助他们那也是正常的啊 只是谁给他钱去协助 这个赖湘林跟高宏安 这才是一个重点 高含赖湘林也被扯进 金华城弊案 借着实际致电赖湘林 并没有收到回应 不过这次柯文哲 总统大选政治现金 被发现个人捐款 高达14万多笔 其中13万多笔是现金捐赠 还有许多是以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差一元就买十万元的方式捐出 加上选前三个月 突然涌进 将近两亿元的 匿名现金捐款 柯文哲政治现金的异常现象 也成为简连当前的 争办目标 会不会刚好也是用一样的公式 把所谓不正当的金流化整为理 而民众党现在仿佛成为 柯文哲不明现金的遮羞部 现在连合法的政治现金收受 都要被抹黑成是汇款 抹黑成是贪污吗 既然如此同样的标准 我们就必须全民一起来检视 国民两党的政治现金流向为何 民众党反向蓝绿波 究竟省庆金 有没有利用正值现金的方式 分批会给柯正宜 假捐款真行贿 真相张随时侦办 陆续浮出台面 记得陈琳 陈兵华 台湾总的到